台湾机场一早就出现不少人潮 背着大包小包准备搭机前往日本福岗游玩 不过8号下午日本九州宫崎县东部近海 发生瑞士规模起点一大地震 当地新干线和宫崎机场一度受到影响 不过台湾旅客对于地震则是保持平常心 现在也来听一段旅客访问 多多少会有担心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点距离 所以觉得还好 而且台湾也有常发生类似这样的地震 所以我们觉得还会神圣对待 不过我们觉得还好 因为台湾也是地震带 所以你会知道说地震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你会有点了解 可是对日本还是有相对的一个信心 由于现在正值暑假期间 不少家长带着小孩出国 面对地震大多旅客因为台湾也常发生 并不会过度担心 但也会多加留意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好